本期节目由火力无止境的穿越火线冠名播出 军武大本营 张老师 咱们今天的嘉宾可厉害了 您先得猜一下 他从事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极限运动中的极限 谈言 蹦极 爬朱姆朗玛峰 爬朱姆朗玛峰 这些都不是 是一桩飞行 这位是张树鹏先生 他是一桩飞行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一桩飞行的人是不是都得你这身材 不是 我是特别羡慕一吃就能长肉的人 我们一桩飞行其实也需要重量的 如果两个人的技术水平相同 使用的装备相同 然后重量重的人会有一点速度上的优势 在竞赛当中能体现出来 不是 你们也分重量级吧 我们还没有分的这么细 不是拳击张老师 大胖子他肯定掉来了 他本身自重200多斤不行啊 他速度会快 这样的人速度会很快 但是他会胖子更有优势吗 太胖了也不行 标准 然后略重 这样的体重是最好的 你像我们那个坦克成员 因为我这个大哥 进那个坦克里头就不行 太小了 坦克成员最好是1米5左右的 一桩飞行呢 它最好是高 瘦 因为它展开以后 那个翅膀兜风啊 动子潇洒啊 身高啊体重应该很重要 自重不能太大 个子不能太小 太小以后他撑不起来 对嘛 对 张老师 就跟那个风筝一样嘛 对不对 它一样的到空气动力学嘛 基本的原理是这样 张老师 我其实可能跟很多的网友一样 就是最早对一桩飞行的了解 是从一些电影上看到的 红海行动 对对对 红海行动是其中 还有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红海行动 接 rip 我们都说这个外行看的是热闹 内行才是看门道 您要是看到这样的电影片段 您会一直在挑里边 有没有问题吗 我觉得挺热闹的 你也觉得热闹 我觉得《异装飞行》 这个运动在电影里面出现 它更大的是在于 让更多人了解这项运动 那么如果从专业上面分析的话 第一个出现在《冰晶金刚》里边 它的那种展现的形式更加酷炫 但是在现实的飞行或者训练当中 是完成这些动作的 因为它有一个穿越楼的一个动作 那个是非常具有挑战 对很危险 然后第二个在《红海行动》里边的展现方式 其实电影里面讲述的是他们要在空中用这种方式快速集结快速地到达一个地方去救援 但是他们从飞行的队形的编排上面来看就不是最快的一个速度 还有他们使用的装备其实是 怎么不是最快的速度呢 如果他们用最快的速度飞行的话 速度能达到230公里 但是他们编队的动作 每个人的身体姿态能看得出来 他们的速度最快也就是在170公里 这个从它的姿势就能看得出来 对它的飞行姿态 因为它的双脚是有一点往后勾往上勾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编一个非常完整的队形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使用的装备是飞机 就是高空翼装的装备 通常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比赛 像在天门山的一些比赛 我们是使用低空的一些装备 那么这个装备的最大优势就在于 它可以高度在100米离地面100米的时候开散 所以如果使用这样的装备呢 它能够更加的有效地避开 像敌军敌方的这种对你目标的空中目标的关注 这两个问题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 一桩飞行运动员能看出来了 而且那个在楼群里边飞 那个肯定是屁上去的 那是不可能 因为楼群里边是高楼 楼群里边它那个气流 风刮到这个方向以后 撞到墙上以后它会形成反射 气流楼群之间它会乱的 这种情况下它会影响它的飞行 不可能在楼群里转来转去 本身没有动力 对 这是拍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剪辑出来十几秒 实际上一桩飞行它是有个滑翔比的 现在像我们使用的竞赛的一桩 它的滑翔比大概是1比4左右 也就是说它下降一米可以向前滑翔4米 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它的空中飞了很长时间 它不会这样一直平着飞像鸟一样飞很远的地方 现在还达不到 那也是我们的梦想 就是它可以像鸟一样飞很远 然后最终可以无散降落 但是它现在基本都是一个 大概这样角度的一个飞行的状态 不是 你这个关键是你飞的高度不一样 你飞到那个平流层吧 平流层就可以 你像那个新田翁 新田翁它飞3000公里 4000公里没有问题 不着地 你飞到平流层以后 三四千公里它是可以 因为一桩将来如果上面能带氧气 它是高 一个是氧气 一个是冷 这两个问题要能解决 一个是防寒的问题 再一个带一些氧气 那鸟儿它不需要氧气吗 它飞到平流层就可以 就是它找到那个气流之后 就像咱们游泳一样 我看有一个人 前几天报警上说 有一个人掉河里的不会游泳 它就躺在河面上 等了半小时 别人把它救起来了 你养泳别动 心理素质得特别好 它就不会沉的 尤其长得胖一点的 脂肪多一点的 沉不下去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没找到那个层 你穿着一桩 老想往下掉做动作 这肯定是待不长 你找到那个层以后 保持平衡以后 它就不会掉下来 因为空气动力学 它能拖着它就不会掉下来 所以我想请问二位张老师 就是一桩飞行 它在部队或者是军事上 真的会有很多的应用吗 现在 这个应用现在很少 因为它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的取代性的 比如无人机 比如直升机 比如散架 它都有一些个可替代 还有三角翼 三角翼对它这个挑战比较大 三角翼是一个固定翼 上面带有动力的 是兵操作的 是兵操作的 你一定知道三角翼 三角翼是特种部队是专门用的 它是可操纵的 带翅膀的一种飞行的东西 所以说那个东西呢 它能够空中续航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能在山谷啊 这个里头能够机动 它自己带动力 所以可机动 续航时间长 能够机动 还能带武器 一桩呢 这几个都是缺陷 你下来之后 飞机上或者直升机上 你扔下来之后 它基本上只能朝一个方向走 朝一个方向走 这就很危险 前面计算好 你弹道的话 前面一拦截 正好把你打死了 另外 解决的 空中解决的 要减小目标 使自己隐蔽 它这个一减小目标 就掉下来了 它必须是扩大目标 你扩大目标正好要打 而且关键是 它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没法机动 这几个注定 它在军事上的应用 特种部队可以 从高楼上跳下来以后 直接朝对方那个楼里边 冲风啊 或者干什么 将来我感觉可以放在 100层 什么70层 在高楼上 作为 着火以后救生的 一个房间放几个 救火的时候 直接就冲上来了 现在高楼救火 没有办法 普通人要学会这个 得很长时间吧 对对 得非常长 这个要学很长时间吧 如果没有基础的话 能够最后从高楼上跳下来 连续不断地学 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而且要去大概两三个 不同的国家的 三四个不同的学习的机构 才能学会 但是你这上面本身会带一个降落伞是吧 对这上面本身就这样 它就是也摔不死 你穿上这个东西直接拽一降落伞 在高楼上跳下来也没事 就不做动物也行 摔不死的 对可以保命 我们小的时候 那时候住农村 就住那个农村 那个土匪房 也有好几米的 然后看那个武侠小说嘛 飞檐走壁 就拿着把伞往下跳 我真干过 拿着个伞往下跳 也没事 也没摔坏 不是现在还挺好吗 就拿着把伞 你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伞呀 或者啥的 它就能够缓慢的降落 就会好一些 所以书棚 我也是很好奇啊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运动 好像说全世界也就600人 从事这项运动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运动呢 不怕死是吧 当然不 衣装并不是一个只需要胆量的运动 它还是需要很多准备 很多学习 机缘巧合吧 我之前是做滑翔伞 也是飞行的一个运动 然后跟翼装飞行 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比如飞行原理啊 对气象 对天气的要求 然后还有一桩飞行 最后它需要打开降落伞 控制降落伞 安全降落 这个伞和滑翔伞的那个装备 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所以呢 在那个阶段结束以后 我觉得应该找个新的运动 项目来挑战一下自己 所以就刚好看到一桩飞行 但是我也是看到 第一个一桩飞行的电影 就有一桩飞行运动的电影 《变形金刚》 那个运动 那个电影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张老师今天他还把他的衣服带过来了 我特别好 你穿上吧 我穿不了 你跟我们讲讲吧 他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 就这一点布 就能飞起来了 是的 张老师您来试试吧 我穿上 我穿上 飞一下 好吧 我就直接从你楼顶上飞 然后脚踩到这个里面 你能讲解一下是什么原理 所以才能飞起来吗 张老师现在飞行动作就非常标准 也很专业 就是 一桩飞行服上面有几个禁忌口 下面有两个 两腿之间 还有这个手臂上面 它在起跳以后 空气可以迅速进入到这个 一桩飞行服里边 一桩飞行服呢 就会膨胀起来 像飞机的机翼 所以它就产生了更大的浮力 就可以向前下方滑翔了 然后空中所有的动作都是 这都是进气的 对 进气的 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姿态来完成 这是进气的头 这是进气的 对 进气之后你的膨胀 成了一个大的气囊 像机翼 然后增加它的福利 增加福利 这是机翼 对 这是机翼 你们看到 我做个动作 你们看像不像B2站了轰炸机 很像 RK5170 非意识不及 中国将来正在研制的下一代的轰炸机 就是这样了 就是它这个是解决一个扩大机翼面积 本身隐身 这样一个东西 非常 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太保险的东西 最保险的就是在后面 现在您身上没有 有什么 降落伞 降落伞 对 那就是一个降落伞 这个真的需要相当大的弹量 对啊 这个 它几乎就是穿着衣服就会了 这个啥也没有啊 这个就是一个衣服而已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狗是人类的朋友 我也非常喜欢狗 但是在新闻中我们却经常能够看到恶犬伤人的消息 甚至会导致人的死亡 发生了几乎就被弹了 那 一只比较凶恶的狗 狗能看出人类的恐惧 当你误闯它的领地时 想迅速的逃离 反而会激发它的狩猎本能 和狗赛跑 当然人是没有胜算的 而且此时你惊慌失措的动作 会使它更加的自信 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保持镇顶 让它感觉到你是一个厉害的人 从而不会对你轻易的发动攻击 然后慢慢的退出它的领地 并且动物学家表示 对峙时如果你直视狗眼的话 会使它感觉到威胁 从而增加攻击你的可能性 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 用眼睛的余光去观察它的动作 以避免目光的直视 如果你手头有物品的话 比如说矿泉水 食物 你可以把它们向狗相反的方向丢去 假如说你手头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出弯腰捡东西 并向远处丢出的假动作 当狗去追捕这些猎物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趁机的离开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够奏效 它已经对你实施的攻击 那么我来教你该怎么做 第一就是隔离 利用你手中的物品 雨伞 背包 桌椅板的防止狗能够近身 当然你也要迅速逃脱啊 第二个 保护自己要害 一定要握紧拳头 以防止它咬到你的手指 还有你的颈部和脸部 如果不幸已经被咬到 一定要击打它的要害 鼻子 眼睛 腰腹 等等 有时候奋力一击才能允许逃生的机会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犬之伤人责任当然在人了 如果你带着狗出门的话 一定要给你的爱犬 带上狗链 那如果是只猎性犬的话 就一定要给它带上嘴套 并且要远离人群 给人和狗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是军武欣雷 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技术 关心军事的人 一定要关注军武大北宁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 有局座张昭中和各界大咖谈笑风声 有著名军事评论员 每日点评最热新闻 还有特种兵吴欣雷上天下海 带你了解最专业的军事常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全计时报道 现在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 就能加入我们了 你没打算把它发展成一个运动项目 国际上也没这种比赛吗 有比赛 每年在粘家街的天门山 都有一桩飞行的世界巨标 我去过那个地方 我专门看了一桩飞行那个地方 您去过哪里 对对对天门山吗 对 你们要钻天门洞吗 是吧 我知道 那个钻那个天门洞 好多飞行员开始飞机还想钻呢 这神奇那个 那个那是多少几台阶 我还爬上去了 那很不容易的 我自己感觉 就好像999级 是的 从底下能爬得上去 天门洞 到了上面正好是在天门洞的正下方 然后当年一桩飞行 穿越天门洞就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它飞行的视频 这是天门山吗 对这是天门山 这是一桩世锦赛的新的起跳台 天门山每年都好一次 每年9月份 国际的 是的 你可天门山的路 全排山道 您说的就是这个台阶 对 990的台阶 这个是你吗 对这就是我 哇 你用来这里的音乐 这是干啥 这是一个穿马的比赛 这是去年的时候是吗 对 2017年的一桩世界锦标赛 你这个比赛的指标是什么呢 这个看谁最先到落地 有两个比赛的科目 一个就是您说的 比速度 看谁速度更快 然后跟另外的比赛是分开的 另外一个是精准性 就是那个穿把的比赛 那个把就像设计的把 然后中间 穿把把把闯碎了 对 然后我们 这是空中的动作 落地呢 落地要精准 没有 落地没有 落地不管 空中一定把那个把撞碎了 对 看那个像设计的把 中间是满分 然后九分八分这样 然后旁边有高速相机 就是穿透的瞬间 它能拍到你撞到是不是满分 还是几环 这个把通常 是距离你跳伞的高度 这个落差有多少 这个很远的 垂直落差应该在500米 但是距离是随机的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距离 可能是800米也可能是一公里的 这样的飞行 那个把是个运动把 是 这个把 比赛当中的把 是一个固定的把 固定在那的一个 你们实际在表演的时候 自己是 带着GoPro 还是什么 自己GoPro都带着 而且通信设备都有吗 我们会带一些运动相机 GoPro对 带着自己拍 对 拍自己 拍队友 拍队友 然后还会带飞行电脑 还会带高度表 就下来我们可以分析 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滑翔比 飞行距离 飞行时间 都可以看到的 然后 通信设备会带对讲机 您之前是在内蒙古 2015年的时候 那是挑战了一个 世界纪录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 去挑战 是从8150米上跳下来 8000米 8000米就没啥空气了 我最高到过5000米 西藏 跳下来 山上 我坐着所到 上5000多米 那个山上 到那以后呢 我就看着 比方说我到 张老师这么远 我就想跑过去 是跑不过去的 呼吸都会很困难 你没有什么叫 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就是那个 你根本过不去的 没劲儿 过不去 那是5000米 那是5000米 空气已经非常稀薄了 还是从8000米 那个时候跳下来 没多少空气了 大概就是地面的四分之一 氧气含量大概就是地面的四分之一 但是因为那个时间 是有个瑞士人 他创造了一个 8000米的 无氧飞行的世界纪录 那我觉得我应该去尝试 对 打破这个纪录 所以就做了这个 但是你在8000米 如果说你无氧时间长的时候 它容易昏迷啊 昏迷就很危险 你后边动作做不了了 对啊 你跳出来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你后边动作做不了了 其实这也是当时 我们做这个挑战的时候 面临的很重要的安全隐患 就是一个是低温缺氧 但是在之前呢 我们做了很多准备 去了高压养仓 做了一些测试 然后医生告诉我的体能 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适应这个高度 适应这个迅速下降的这种运动状态 我们是做了很充分 很严谨的准备了 那真的跳出来那一下呢 那一下呢 其实之前发生了很多很多小插曲 所以真的到起跳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挺兴奋的 就是我起跳了 我意味着我可以去面对这个挑战 但究竟能不能成功 还要看下面的这种身体的反应 发生了什么差异 我们热气球在上升的时候 因为那个高度呢 我们必须要在热气球里面加氧气 所以它才能燃烧 但是到了5000多米的时候 那个氧气输送管出了问题 然后热气球就熄火了 然后在空中又调整这个问题 所以真正到了那个高度的时候 其实人都已经是花了很多精力 然后解决很多问题 而且一桩飞行 我们当时的那种防寒的措施 都是按照灯珠峰的这个标准来准备的 然后在穿了这么多装备 防寒装备以后 再穿上一桩飞翅服 再背上降落伞 身体就一直处于一个很紧绷的状态 你是在上升过程中全程都穿着的是吗 对 我从开始起飞的时候就已经穿好了 所以就是非常紧张的一种身体的这种状态 以后你们可以 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加热的材料 像石墨烯 石墨烯的你贴上几块以后 冬天的就很暖和 你贴上以后它就是热的 穿一个背圈身上都是热的 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暖宝宝那样的 一贴上或是穿一个背圈 穿一个裤裤 它就非常暖和 你大冬天出到大街上去冰天雪地一点不冷 就这样的 还有那个氧气 我原来在潜艇上 这几十年前了 就有一种再生药板 氧气再生药板 就潜艇里边没有氧气出事故了 可以把那个东西 一个药片似的 药板似的 可以生氧气 可以采用一些这种 这种氧气也解决了 贴点那个东西的话 那就是能持续好几个充电的 充一次电能持续好几个小时 下次我们再有类似的挑战 邀请张老师给我们做顾问了 没有没有那不敢 我就告诉你 这些新技术挺好 我想问一下 跳伞是可以被人带着跳的 一桩飞行可以吗 那肯定不行 对 一桩飞行是不能 只能自己去体会 我还想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被人带着飞行 尝试一下 帮你绑在肚皮底下 这个不太可能 这在空中很难配合的 如果说 有一桩飞行经验的人 和一个一桩飞行教练 他们可以在空中做出同步的动作 但如果下面的这个体验者 完全没有经验的话 他做出一个相反的动作 两个人在空中就会进入到一种 快速滚翻翻滚的状态 比较危险 你能讲一下 如果普通人要学的话 应该他会有一个什么过程吗 他学习的过程 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人 那么刚开始需要从跳伞 飞机跳伞开始练起 每个国家的要求不一样 像比如说美国吧 他会要求这个人有200次飞机跳伞的经验 然后他可以学飞机翼装 就是从飞机上 4200米这个高度 穿着翼装 穿着这样的伞 飞下来 然后经历 大概100次 飞机翼装飞行以后 可以学习低空跳伞 低空跳伞呢 就是从楼上 从桥上 从山上往下跳伞的一个运动 然后这个大概100次以后 就可以学习低空欲装飞行 就是刚刚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样 普通人不要模仿这个东西 自己回家缝一个东西 就往下跳 就跟我小时候拿一个伞 从房上往下跳 危险 是很危险的吗 这个太危险 周围有发生过一些意外啊 或者什么的吗 那还是有的 像在天文山的比赛 有两个人已经出事 非常严重的事故 人就没了 有一次我记得比较清楚 就是这个人的技术很好 刚刚拿了一个欧锦赛的冠军 特别自信 然后到了天文山 一个完全新的场地 比赛之前 组委会就要求每个选手 先有三次的这种是非 其实就相当于熟悉场地 然后才进入到一种 就比赛的这种状态 这种模式 然后它结果就很自信嘛 起跳 然后就用最快的速度飞 但是它飞错了方向 我们正常的线路 比如说是右边的山谷 但实际上它飞到 左边的山谷里边了 落地的时候出问题了 还没到落地呢 就是第一时间 如果它打开降落伞 它也不会有生命安全 生命的这样的 这么严重的问题 它可以落在悬崖上 落在树上 但是那个地方 您去过天文山 非常陡峭的山 可能救援需要花几个小时 然后大家分析 它可能就想通过自己的控制 自己的技术再飞出来 但实际上这个空间 这个区域 已经不允许它 再做其他的动作了 然后它就很快的速度 撞到了牙壁上 那下起就完了 对 当工作人员 救援队到他身边的时候 已经就不行了 所以看到这种 会不会给自己 接下来会带来一些阴影呢 我们其实从事这个运动 都是很理性的 很理智的 通常出了这种问题 我们会分析事故的原因 就是它的原因 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是可以避免的话 我们会在之后的飞行 训练挑战里边 会注意这样的问题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 有遇上过什么 特别危险的状况吗 我有一次经历特别难忘 但是没有发生 太大的安全的问题 就是14年 在瑞士训练的时候 有一次开伞的高度比较低 然后我第一时间 又没抓到引导伞 就是降落伞上面 有个引导伞 在开伞的时候 要抓到引导伞 把引导伞拉出来 就抛出去 也很专业 然后它会打开主伞 然后我第一次没抓到 第二次又没抓到 然后当时我就 高度很低 我瞬间很冷静 我不是很慌 然后我稍微缓了一下 第三次的时候 我把整个手臂完全放到后边 抓到引导伞 然后打开 打开伞之后 调整了一下 大概10秒钟左右吧 就落地了 所以这个开伞的高度特别低 就是如果我再 抓不到引导伞 再持开伞几秒钟 可能就会 就危险了 对 就非常危险 高度多高啊 这个事 打开伞 十几秒钟降落 应该是在八十米以下 八十米一百米不到 八十米才开伞 八十米以下都高了 那你当时会后怕吗 后怕肯定会有 后来从来也没 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 飞滑翔伞的时候呢 可能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吧 就犯了很多错误 受了很多伤 就几乎从头到脚 就是全身都已经伤变了 然后不是有一句话 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 摔两次跟头吗 然后到一桩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告诫自己 因为这个运动是一个 风险更大的运动 就绝对不能犯错 不能有失误的运动 所以在后来这个运动当中 我每次在飞行之前 在准备的检查的时候 都很谨慎 这个运动 在西方比较多一点 因为西方人他喜欢什么冒险 拍眼呢 蹦极 这都是西方传过来的一些东西 咱们中国人呢 相对来讲比较保守一点 就很少有人要挑挑战这个 像他这个要挑徒的话 挑学是很难挑 就相对来讲吧 就是这种冒险的东西比较少 但是我今天跟树鹏聊天 我的感受是 他做的是一个非常冒险 非常刺激的一项运动 但是他是一个极其理性的一个人 那这是必须的 勇敢这样的运动 就是勇敢这样的运动 他首先必须要非常理性 而且有很多的知识 就空中有很多的知识 因为刚才他讲的 离地面还几十米 晃了 然后抓不着伞 你睡 就出现危险了 所以必须要理智 对身体的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要好 而且对风向啊 风速啊 很多东西要有 要掌握很多的知识 你看着他是几秒啊 好 对不对 就我们当老师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看着呢 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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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吧对吧 所以说这个平常要练很久 所以今天也是 特别感谢树鹏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有意思的故事 大家了解一下益装 对对对 希望你今年的挑战 能够成功 祝你获得成功啊 得冠军 我们再做一期 得冠军 谢谢 关心军事的人 一定要关注 军武大北宁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 有局座张超中 和各界大咖谈笑风声 有著名军事评论员 每日点评最热新闻 还有特种兵吴星磊 上天下海 带你了解最专业的军事常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 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 全计时报道 现在 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 就能加入我们了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微信公众号 再次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开微信公众号 再次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开微信公众号